你们知道,日后生活中的风浪起伏,上帝应该必与你们一同度过。 祷告是最及时的与上帝的沟通。 对我来说,我随时随地,亦有需要或有想与他人分享的意念,我立刻祷告神。 害怕的时候,担心的时候,不安的时候,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,立刻可以恨神清土。 我自己是16岁就信主,17岁就受死。 回想过去的岁月,人生中已有超过一半是与神同行的日子。 我实在无法收进上帝的恩典,有多么的丰富,奇妙。 等你们亲自去经历,去体会。 信主之后,我们依然是罪人。 只要是罪人,就会有怀恼,有忧愁,有生气,有犯罪。 你们要切记,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, 足以大过,也遮盖过这一切的罪。 要相信神,犯罪以后,悔改,重新再来。 不要陷在这些容易缠绕我们的忧愁或烦恼之中。 只要常常喜乐,不住地祷告, 凡事谢恩。 菲利福书第四章,第四到第七节。 我们现在亲善家亲,不仅在肉身我们是一家人, 在灵里我们更是一家人, 我们实在有永生的盼望, 知道肉体和生命的神会看顾,保护, 更有福的事,知道肉体的生命。